我們好好說好不好 男子跟警方對峙 避免把他激怒 袁警好言相勸 但他人就無法冷靜下來 就怕現場爆炸 消防隊噴水住 趁他打開鐵門之際 袁警一泳而上 男子不受控 袁警先噴辣椒水 無忌可施之下 以電擊的方式控制場面 最後人 終於被壓制在地 危機解除 緊張場面發生在屏東方寮 18號晚間7點多 41歲的夜系男子 因為長期失業 情緒低落 酗酒摔東西發泄 還開瓦斯揚言引爆 甚至一度拉著他的母親 是他媽媽要走出來 要出來要他就把他拚拚拚 我說在你不能對你媽媽這樣 他才可以這樣 他就看到一桌子 他在等的時候 走開山刀 我如果不敢挖進去 當然你抓桌子 大家都要 都站在旁邊 叫我們桌子都走 驚險炒面 也把左離右舍 嚇出一身冷汗 因為我剛才在旁邊 都會讓我用到 所以說要趕開走 我還要開車 就要嚇死我 嚇到我真的 皮皮疙瘡 左池開山刀 及打火機 玉典男瓦斯與錦繞人員 對致死 涉嫌巡髮 173條放火罪之一 305條恐嚇公眾維藥安全 現行妄移送偵辦 男子洋眼引爆瓦斯 涉及放火罪被送半 還好減銷以辣椒水跟電擊器 成功化解危機 如果真的讓他點燃打火機 後果恐怕難以想像